很多TVB配角虽然不曾大红大紫 但超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庄思敏 庄思敏已出道20多年 不过一直不温不火 参演过香港爱情故事 港雄追龙哀哀等戏 近些年在TVB当配角 庄思敏在圈内是出了名的阔起 他究竟多富有呢 日前他终于向网友们展示了自己的住宅 庄思敏的卧室和客厅看出去 不仅有宽阔的阳台 还有无敌海景 因为他住的是寸土寸金的山顶豪宅 这套房子虽然只有庄思敏和两个妹妹住 但空间很大 有很大的餐厅装修豪华 餐厅里有一张大大的圆餐桌 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里 可以看到房子里还有楼梯 所以这应该是一栋别墅 庄思敏的卫生间很大 长长的洗脸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日化用品 他的卧室就更大了 有大大的落地窗 其实这栋别墅还有很多空间没有展示 三年前他的婚礼就是在这里办的 照片里 客厅竟显尊贵典雅 真皮沙发散发着奢华的光芒 四壁挂满了名画 楼顶还有一个大大的泳池 吸收日月之精华 山景海景尽收眼底 这样的山顶别墅 按照现在的行情 保守估计价值2亿 视频里 庄思敏还晒了16款名牌包 多数是H标的 这些包便宜的也要三四万 他透露自己将到杭州很长一段时间 很担心妹妹觊觎这些包包 不久前 庄思敏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到银行取了200万现金 然后直接拿一个黄色的购物代替着 带口产开着 大摇大摆地走在人潮汹涌的街头 这就是所谓的钱多人胆大吧 庄思敏能有这样的财富 当然不是他逐梦演艺圈赚来的 而是他家本身旧富 庄思敏出身于马来西亚 他在圈内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拿都千金 他父亲庄宝是马来西亚华侨富商 是光大的创始人 2008年获封为拿都 不久前 庄思敏参加了一个古董车行的开业仪式 他就对着一辆二标名车说 这一台有一点点回忆 因为小时候我家有爱 当时这款车售价近千万 买得起的家庭没几个 名门望族的二代 凡尔赛就是这么信手拈来 毕竟可以秀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如今已43岁的庄思敏 曾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2020年跟恋爱没多久的奶茶店老板男友杨炳毅结婚 婚后没多久就开始分居 去年11月份正式签字离婚 有趣的是 不久前庄思敏竟然跟同样离过婚的好二代王小飞传出了绯闻 他直播时 王小飞刷了520气球礼物 两人还被拍到深夜一起在街上漫步 庄思敏很快回应说 跟王小飞只是朋友 而且自己只是王小飞的妈妈张兰签下的销售员 虽然否认了绯闻 但在晒别墅的视频里 庄思敏正在吃的是王小飞家产的面 似乎在按措措暗示点什么 庄思敏跟王小飞的交集还是挺奇妙的 不知道接下来两人会上演什么样的剧情呢 虽然出身名门 但这些年 庄思敏在娱乐圈还是比较拼的 最早的时候 他以模特的身份出道 虽然身材高挑 但他对自己的外貌并不满意 所以不仅敷满了身材 还割了双眼皮 庄思敏之所以高调做手术 还大方承认整容 是因为跟一家整形机构有合作 酬劳不是很高 但他非常配合 作为豪门二代 庄思敏应该不缺这点钱 可能正好想整形 就顺便接下这个商务吧 毕竟在娱乐圈混 外貌还是很重要的 如今他没少秀身材 不久前还让网友帮忙挑泳衣呢 如今庄思敏还要告别山顶别墅 北上杭州打拼 不像很多富家子弟那样沉迷玩乐 他有这样的家世还这么努力 我们更要努力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